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阿梅 你也喝酒咱们俩怎么回去啊 打车 我知道你心里也不痛快 来 一起喝 老板 我能出句话吗 说吧 别倒我们胃口就行 放心 我不会倒你胃口 只是我这几天 是吃不下饭的 为什么呀 你这是怎么了 还不是小慧在闹吗 我早就说过你 你说你非弄这么一个 活该 可是目已成舟 想甩又甩不掉 本来我是想过一天是一天 可是现在这日子 实在是过不下去了 为什么过不下去了 房租到齐了 房东天天来随 小会儿又整天地闹好 说我没本事 连一间不要房租的房子都弄不来 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我已经老了 我要和你费仪 一起出去安度晚年了 你呀 不要这么自私 你只要自己好好干 你在这儿同样可以做老板的 老板 我 我真的不是自私 我就想自己出来干一干 在面馆我干了再好 盛哥也是大老板 除非我们把股份都买过来 把面馆改成王纪面馆 我们没这么多钱哪儿子 钱的事我已经想过了 把阿红那套房子拿去银行做抵押 贷款出来的钱就 就能卖神哥手里股份了 那好吧 那先这样吧 王伯啊 你先从账上拿两千块钱给黎叔 让他把房租给续上 谢谢老板 这事不着急 华盛 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是啥年了 您说王伯 阿尖同意不走啊 但是他有先决条件 他要做老板 不是经理 是老板 您的意思是说 要从我手里买股份 对 可是你们现在有钱买吗 我们想用 房子去做银行贷款 我那儿还有一套房 我坐你那儿 把我那套给他不就得了吗 不用了 菲爷 既然你们已经决定了 我答应阿尖来当老板 你们房子也不用卖啊 直接转给黎叔住就可以了 咱会有一个条件 阿尖接手之后 不能开除黎叔 他要指这个户口 走了 欠谁欠了 欠你 你 我不信 我跟她都忘了 这个车子 就不信 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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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欠谁欠了 欠你 欠我 我倒是想让你欠了 没这福啊 你们这样花盛好 现在有钱了 神气了 一买设备就买几十辆 要发大财了 把我们一脚踢出来了 什么人呢 姐夫 我就是代表华盛来的 我们郑重骑士地邀请你们 重新加入 华盛建筑工程机械公司 你不是在开玩笑吗 我没有开玩笑 我是认真的 机会只有一次 你自己想好 多少钱 看你们的吧 现在一百万 可以占有百分之十的股份 一百万才百分之十 对啊 面馆不用说 工华盛公司的设备 最余值一千万了 这我知道 姐夫 我是真心希望你们加入的 有钱我们一起赚 所以我一来才说欠你钱的 这事你没跟你姐姐说吗 没有 你们家大事不都是你拿主意吗 是 动钱的事必须通过他 而且这笔投资数目又这么大 而且投资对象 是一个让他咬牙切齿的人 干嘛要咬牙切齿啊 我们得罪你们了吗 得罪我们了吗 你让我们从面馆退骨 就这件事 把你姐姐气得够呛 三个晚上都没睡到觉 那现在呢 现在这件事 她还会咬牙切齿吗 你姐姐哪个人 我不是不知道 你只要让她干什么 干什么不行 骂你都行 那 这件事是你跟她说 还是我跟她说啊 这件事要想办成 只有你去说 你把邀请我们回公司的事 当成心情回归 让你姐的心重新变了 让她觉着你心里有她 这样的话 保险柜的药质 你就算是拿到了 慢点开啊 你这是黄鼠狼 给鸡拜年没牙跑兴 我养你这么大 不求你回报 可你也别害我呀 当年爸妈走的时候 我要是想害你 那还不是简单的事 恰似扔到海里 从楼上推下去 可以让你死得干干净净 谁也找不到破阵 你别人投资就散了 说你难听话干嘛 话难听 那是因为你做的事情 太气人了 能赚钱的时候 你们让我们出局 现在金融危机来了 你们赚不到钱了 又来拉我们去垫背啊 做人做事 你怎么能这样呢你 说什么呢 都这么严肃 我走了 对我有意见了没 我一回来你就走 让他走 以后少来了 我就当梅这个妹妹 又怎么了 阿美跑这儿来骗我 他怎么能骗你呢 不可能啊 骗你 骗我就更不可能了 我这纸商跟他们的纸商 不在一个档次上 他骗了我 你说话颠三道四的 神经病 一边去一边去 你把阿美轰走了 我失去了一次赚钱的机会 什么机会啊 赚大钱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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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我怎么就失去一次发财的机会 还是发大财的机会啊 你说我这么聪明 怎么能取了你一位 你这么个笨老婆呢 你离我远点 别把我变成像你一样笨 你谋杀心夫啊 你说 我笨哪里了 好好好 好 我告诉你啊 你知道什么叫趁人之威吗 知道 刘华盛这小子现在就威了 脑袋瓜子一热 卖那么多设备 压死他 知道什么叫滴水之恩 当永泉相报名 行了行了 少给我拽词了 你直截了当地说 我笨在哪里 要不说清楚 我把你从这儿扔出去 你信不信 信不信 信不信 刘华盛 现在威了对不对 如果这个时候 我们伸出一把手 帮他一下 他会感激咱们 到那个时候 华盛会不会 以十倍百倍的回报 来报答我们呢 我明白了 你不仅要占股 还要买他的心 对不对 咱们呢 就把华盛当鸡羊 给他鸡食 让他下蛋 你说这鸡食 是不是比这鸡蛋便宜十倍啊 老公 别看你瘦 心眼还不少啊 没听说过 你长心眼 不长肉 长肉 不长心眼 行 明天啊 我去找安倍说去 说什么呀 对呀 我说什么呀 我说什么你教我呀 快去洗澡去吧 好 我去洗澡了啊 你问我爱 去哪儿了 这么晚才回来啊 我出去走了走了 我们快承受不住了 员工要发工资 还要还银行贷款 我们现在没有钱 又找不到任何赚钱的机会 怎么办 所以你去找你姐了 你怎么喝酒吧 没事 就是想喝点 就像你所说的 我们下面的路 应该怎么走了 金融风暴越演越烈 我真的觉得我们前面的路 比这外面的月色都还黑 那就去找吴老板谈谈吧 他有经验 再说 他又是你的担保人 他的这种担保 不需要负任何责任 所有的损失 都需要我们自己来承担 假如有一天 我们真的破产了 还怎么承担 再说我们的贷款 是在大马银行贷的 我想 他也不会忍心看着自己的亲家 在经济上受损吧 好 听你的 明天我就去找他 您走这段时间里 公司要由谁来负责呢 我都安排好了 各扶其责 不会乱打 我的意思是 万一有些应急的事情要处理 我这说万一 小师你来 大师等我 好 全听您吩咐 吴老板 有 皇上 华盛 你怎么来了 怎么 这是要出远门啊 公司歇业了 出去散散心 好将置业都歇业了 不歇业不行啊 一天 十几万的损失 我怎么能承受得住啊 连您都承受不起了 水浅了 倒霉的肯定是大鱼 找我有什么事 吴老板 坦白地讲 我今天来是来找活干的 我也坦白地告诉你 这回我帮不了你了 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准处航 但是你 你在这下宋 的 优优优独播剧场合 我看见我 有人在那边 那一次 但是如果你们让他利益受损的话 我是不答应他 你不答应一论怎么着 谁也没逼着他放贷 要经商就不要怕损失 刘老板要卖设备 这倒是可以考虑的 您打算几折收 倒八折 你放货吗 两折 对 两折我可以收 这对我来说也是有压力的 因为我不知道他们在变成废通烂铁之前 还能不能派上用场 好了 对不起我还要赶飞机 有什么事你和组织谈吧 照顾好大老板 放心吧 我呢 有权决定收还是不收 嗯 两折 两折你买不买 你走 什么毛病 都快气死了你还乐 当然要乐了 因为跟人家学了一招 他无荣昌可以抛下一切 让公司歇业出去散心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出去 我想离大陆看看 去看看有没有机会 大陆会有机会吗 以我上次去借车的情况看 应该有 那个时候 这里也有机会 这次金融风暴是全亚洲的 大陆就没事吗 没有机会就当去散散心呗 他在干什么 阿金跟我说过了 他想把招牌换一下 走 去看看 还是别去了吧 虽然咱们有股份 可是其实已经是一主了 你看着不难受啊 不难受 我相信阿金 比我们做得还好 走 去看看 小心点 小心点 诚哥 老爸 老爸您好 你们忙 诚哥 沈泽 谢谢你的信任 谢 谢谢你大陆 阿金 咱们哥俩之间还用这么客气呢 其实我把这家面馆转给你 是有事情要托付给你 这次金融危机 对华盛公司来讲是灭病之灾 现在能不能扛得过去也不好说 所以如果公司过不去了 我也不过了 沈哥 我 不是特别明白什么意思 与公司共存亡 但只限我一个人 不至于吧 至于 我这身上备了一千万的债 足以置人于私利 一千万 怎么搞到这地步了 现在讨论这个已经没有意义了 整个东南亚都这样了 现在关键是你 好好干 让咱们这面馆多赚钱 将来我老婆跟孩子 要真吃不上饭的时候 说不定就指望这面馆了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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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哥 我 我阿金也没什么大伪事 但是我 我努力干 把面馆的生意搞好了 我有信心 也能让我 让我老婆脸上有光 能让咱嫂子和 和儿子不挨动 不 不受饿 没问题 那就拜托 子齐 你说一次拿出一百万 是不是太多了点 咱家有五百万呢 就算一百万亏了 也不会伤筋动骨 你干事你就没操心了 再说 咱们把刘华盛捞出来 我就不相信 他不给咱十倍半倍的语报 一百万的十倍是多少啊 一千万 那一百倍呢 一个亿啊 我说老婆啊 这么简单的算数问题 你都不会算 我都被你搞糊涂了 哪里还会算算数啊 算了 你说拿多少就拿多少 反正啊 我只知道全世界的人都骗我 你也不会骗我的 老婆啊 就算是我死了 也会对你无比忠诚 呸呸呸呸呸 不许说死 一个亿没蒸回来之前 不许说死 好 不死 怎么了 我姐 还是不来找麻烦吗 你竟然能找什么麻烦 走 不是我 好 姐 姐夫 你竟然能找什么麻烦 你们来了 刘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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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夫 你不能叫我刘老板 怎么不能叫刘老板 你现在是大老板 你说谁来到这一看 不都得叫你老板呢 对 这 赶快叫刘老板 刘老板 老板娘 你们两个怎么了 你到底要干嘛呀 我们今天啊 是来送钱的 送什么钱 我决定加入 华盛建筑工程机械公司 请刘老板 务必接纳 咱们进屋室吧 进屋 进屋 坐上去 坐上去 来 来 给我过来请啊 姐夫 来了就进来坐 干嘛再问她 办公室不能随便进 谢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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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让你带路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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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 好 华盛 是不是不够 不够我们可以追价 我看 自欺 追价的事还没商量呢 商把商量都是我拿主意拍板的 华盛 这次我们这个决心是不容置疑的 谢谢 虽然我们目前的确需要钱 交房租 发工资 还贷款 但这钱我们不能收 不收啊 那我就收起来了 等等等等 让刘老板 说说听众 为什么要拒收这笔钱呢 你现在需要这笔钱 可当钱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有个拒收 为什么要 姐 咱们是一家人 我就实话实说 华盛公司现在深陷泥探 能不能拔出来谁都不知道 你们在这个时候能够向我们伸出援手 我非常感激 但我不能把你们拉下来 尤其不能看着你们辛辛苦苦挣的这些钱 跟着我们打了水票 所以你们把钱拿回去 踏踏实实过日子 不要插上我们公司的事情 华盛 这个你就多虑了 临来的时候我跟你姐 把那你想到的问题全都想过 既然我们把这一百万拿出来 这就表明 我们是有足够的决心和信心 这一百万 即便是打了水票 我们也无所谓 我们现在 就是要跟你站在一起 同舟共济 共渡难关 姐 好 那你们等一下 我要给你们写一份东西 谢谢 承诺 对 我跟阿梅 我们俩要给你们俩写一份承诺 如果这一次 我们真的过不了这个坎 这些钱就算 我们向你们借的 利息比银行高两个点 如果仍然还不清 我们儿子还 我们孙子还 直到还清为止 好不好 好事 你要搞清楚啊 这次啊 我们是来投资的 绝不放高利贷 知道 正因为知道你们的确是来帮我们的 所以我们更有对得起你们 当然 如果我们有机会跨过这套坎的话 你们这些钱就算 投资入股吧 我给你们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华盛 你算错了吧 应该是百分之十 这样算 你们会破产的 没错姐 本应该是百分之十 另外百分之十是我跟阿梅送给你们的谢礼 太启动了让我们 太谢谢了啊 真是 真是没想到 太不可思议了 太不可思议了 太让我改到了子琴 子琴 我都没想到 秦琴还能赚钱啊 秦琴不仅能赚钱 而且能赚大钱 又能夸宝 要在华盛身上 别急了 来吧 别急了 真好 拜拜 拜拜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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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谢谢你 怎么了 老板 不好意思 有事啊 嗯 车里的旗舍长问 司机的工夫已经设计好了 要不要坐 坐 每个两套 两套 而且 质地一定要好一点 我这里去 等待吧 以后老板娘再来的时候 进来先敲门 不好意思老板娘 不好意思 坐吧 谢谢您 谢谢您的承诺 您的一句承诺 发掘了我不解决的矛盾 比起亲情来 亲情比那一百万重要 你觉得呢 有这么大作用吗 有 你知道 那天晚上为什么我哭吗 姐姐都不想让我这个妹妹了 她认为是我在算计她 那这么说 你感谢的人不应该是我 而是姐夫 真没想到她是这么精明的一个人 等咱们缓过来的时候 一定把她请过来好不好 你说姐夫这人也是 一个大男人从 鸡屁股里边扣鸡蛋 有点太委屈了吧 所以我多给她百分之十的股份 一是出于真心感谢他们 再一个就是为了姐夫来公司 而铺路 请姐夫来一百万 应该不亏吧 所以我又给她加了百分之十 是不是男人都这么有心机啊 不是心机 是心战 心战为先 实战才能把握主动 否则就会处处受这一人 你又听不懂你说的话 听不懂咱们就去吃饭 走 我饿了 走 我也饿 你要请我吃吃饭 咱们到大餐吧附近找一家 吃完取灯打包胎好不好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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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总 我们现在去哪儿 还能去哪儿 早上是回家了 这女人变胃柔了 不然是件好事 不要被女人黏住了 那事情很麻烦了 回去晚上就问这个 问那个没完没了 还不是像以前不常在一起好 嗓子好像是怀孕了 什么好家啊 肚子都这么大了 爽子跟偷母猪一样 也就是我一时舒服 要不然她能怀孕吗 你看我这样 我像当第一个人吗 我明白了 你这是憋的 老婆老婆现在搞不了 外面的女人你又不敢搞 这火发不出去 她看谁都不顺眼 这既然想出来了 就管我出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这老婆是肯定搞不了的 外面的女人不敢搞呢 是因为嫂子在家 你把嫂子赶走不就完了吗 她现在怀孕了 你让她回娘家代产 就算老爷子问起来 也不会有任何问题 靠谱 好主意 走 好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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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您哪有这闲工夫 在这儿修修俭俭俭 这就是我以后的工作 养养花 种种草 这不比当老总啊 那么累人了 我把这摊子交给华杰了 您怎么放心的 哪有什么不放心的 她干得不错呢 巧妇难为五母之睡啊 你再给我借十辆重草 我保证完成任务 不行 借车成本太高 而且很难借得到处 小子 这样 从现在开始 人提车不提 你每台车给我配三个人 每个人只能干八小时 但是车 一定要二十四小时联手赚 只能这样了 刘总 你的任务现在是帮我借车 什么只能这样 只能这样 我们怎么做大做强 这个道理我懂 我已经跟我哥联系了 现在金融风暴已经刮到了澳门 影响了澳门发展的步伐 建筑也产能过剩的问题 肯定会出现 我们这里剩下这个出口 能够化解这个问题 你哥怎么说 我打了几天电话了 可就是联系不上 那就再打呀你啊 我这儿坐等着消息呢 哎呀你赶紧打 你啊 就是你 走走走 肖子 我们还需要几辆重炎 有多少要多少 你这是什么话 你听我的没错 多多益善 咱们用不了的车 我可以租出去 对了 你还为你哥了 如果有大型的建筑设备 我们也都要 工地上正缺这个 没设备搞死人的 还是没人潜 你哥他不会吃着在工地上吧 要是这样的话 我们可找不上哪 能打搅一下吗 马叔 你这叫马叔 我 我给你们介绍个人 华尚 哥 不是 你们都认识啊 好好好 你们聊吧 喂 马叔 你慢走 马叔 我说怎么找不到你 你不在我呢 小子 我这次回来 要开始充当你的角色了 我的角色 我准备带着我的车队 灰尺大陆 就是不知道 你们需要不需要 你小子你送香啊你啊 什么意思 及时雨啊 来来来来 先坐先坐 你都不知道快把我急死了 好 行 好 行 行 行 亲爱的 怎么能让你坐呢 包嫂呢 来来 包嫂我让她休息了 哎呀你看 我这不是马上要生了吗 过段时间我想做都做不成了 慢点 好 最近啊 我是没好好陪你 但是那不是公司一大堆事 都压在我头上吗 我真的特别的累 你得体谅吧 那你给爸爸打个电话 让爸回来不就是了 还去了一段时间呢 该回来了 这得行啊 坐 这是爸爸在考验我的能力 就牵着法接班问题 无论我现在有多累 工作上 还得坚持就对 亲爱的 你爱不爱我 你说呢 当然爱了 爱就应该理解我体谅我 听话 回你爸妈那儿 把小宝宝生下来 等你生完了 我亲自去接你好不好 不去 女人这时候 最需要男人在身边陪了 好 等你回来了 我全天后地陪你 好不好 好 不 尝尝我给你做的鸡蛋 还好保持 好 这能吃吗 你这喂猪呢 你是不是想澄清找茬 你赶我走 我走不就是了吗 你走啊 你赶紧走 你赶紧走 我要走了 你就在一起让我回来 我走 我走得走 你oine 我走得走 你 Personally 妈 我来 事办得怎么样啊 办成了 好 妈 阿梅呢 为什么不让她洗啊 她带钞到地里玩去了 妈 那我找他们去啊 聊两句再走 别眼里只有媳妇没有妈 妈 儿子回来统工住不了几天 说话这么狠 跟我儿子还用客气吗 好 陪您坐会儿 正好有一个大喜事想跟您说的 花姐当老总吧 你们公司的事啊 我也参谋不了什么 我现在就关心这孙子的事 这你弟他们两口子 到底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 我跟他谈了 他俩不是生不出来 是不想要 都已经做掉俩了 我说呢 这好端端的人不应该啊 你弟这个人就净干出格的事 你怎么也没说说他 说他呢 您也别老担心了 他已经向我保证了 如果再有第三个 一定跟您生出来 这还差不多 我想问问你啊 那黎叔最近怎么样了 还行吧 我问这个没别的意思 他是我和你爸的同学 咱们能照顾就照顾 要实在照顾不了 那也没办法 他现在在面馆干得还不错 我又给他弄一间房子 如果他自己能把持住自己 应该能平平问问过日子 义德抱怨是对的 你能把李水舟这么个无赖 变成个自食其力的人 说明我儿子还真有本事 那我找媳妇去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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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八个 妈妈 九块十个 花生 来 爸爸回来啦 跟爸爸吃休息 爸爸吃休息 爸爸不吃 累不累啊 累 累 怎么样 事情办得我 顺利吗 还顺利 我要回澳门一趟 你走吗 我 我在这儿再住几天吧 不想走 有儿子在身边 就不想走啊 对啊 不对 有了儿子就把老公趴在脑后 这是女人当了母亲之后的通病 瞎说 来 儿子 爸爸爸 来 儿子 能不能别这么深情地看着爸爸 你妈都已经让你给俘虏了 你要再把爸爸俘虏了 这可很多人都要喝西北风了 她去北风我肚子疼的 好聪明 走 走 慢点啊 阿妹 阿妹 你还记得 吴荣昌想用两折的价钱 收购我们设备的事吗 我当然记得了 他就是个混蛋 他还说了一句话 就是他用两折的价钱来收 压力也很大 因为他不知道在他们变成肺铜烂体之前 还能不能派上用场 这句话太重要了 他说明了吴荣昌 对这场金融危机的心理预期 就是财富大量缩水 实体经济趋于瘫痪 他吴荣昌自己的设备 同样也难逃何运 那你说这么多到底什么意思啊 你想怎么做吧 我想用两折的价钱 去收购他的事来 这能行吗 如果面对的是吴祖志的话 我有八成八五 走 一晚不再有黑暗 月亮露出了笑脸 昨天和明天 都太遥远 快乐就在今天 这世界五彩缤纷 有太多美丽留恋 不要再对我 指指甜点 是朋友就一起向前 跌倒了 爬起来 潇洒说 一生再见 有疼痛 就留在心前 让烦恼 随风飘散 但故事拔走我的脸 我就已经是男子汉 我会输 但我却还变性感 别说我太前进 也别怕不孤单 我违顾 你会把眼里折开 天生总有限 遗憾和伤感 我没遇见很危险 要把不能让人烦 被逗走尊重难 又用尽力再弄到避寒 这世界不再缤纷 有太多美丽留恋 不要再对我 指指甜点 是朋友就一起向前 跌倒了 爬起来 潇洒说 一生再见 有疼痛 就留在心前 让烦恼 随风飘散 走过去 不如艰难 以为会 天塌地险 再挥手 再从头看 转发而遭 开地窍边